临球是进入球季的第一个节气,正值天气游热感凉,扬消阴场的过渡时期,有些朋友往往因意识探量,护盛了对自身的保养,引发了各种呼吸的疾病,终于往往遵群天人相应。 因时制宜,只有采取科学的养生方法,才能有效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发生和加重 在享受秋高气爽季节,的同时让健康一路相随 根据中医理论中阴阳五行的对应关系 秋对于肺,再致胃悲,悲异伤肺,肺为情致所伤,导致人体的免疫力降低 对于外邪的耐受性下降,秋天已在胃特点,而肺为胶脏,通过比与外界相通,故风亦被秋到所伤 因此,秋季党生药益养肺为先,同时,在养肺的基础上,要兼顾对肝脏,心脏及皮外的养护 使季体达到一个平衡,中医所谓阴情养密,精神乃至,历秋后应如何进行调养 从以下几方面给大家一些小贴士 畅情直纠结是草木雕云万木萧条的季节 此时容易伤出悲丘,人的精神状况,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被主气,撕呼吸,被吸入壁则容易导致呼吸短促,吸出气憋,影响到人体的心肺功能 此时,应保持心情舒畅,心平气和地面对外界的瞬息万变 给自己一个深呼吸,周脸神气,以包容的姿态顺应秋前荣平之气 神气之历秋正之秋高气爽的时节 此时应早睡早起,早睡乃顺应阳气之收敛 早起则是废气得以舒展,历秋时间凉风息息 熟热尚未待尽,气候变化无常 有时是内外温差较大,反而更容易给空调病 进进出出要懂得登进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且饮食历秋时节民间素有贴秋标一说 俗话说夏天过后无病翻杯时 秋季正式进行饮食调补的大好时机 根据使令测点 此时,要注重秋冬养阴 由皇帝内经提出 极多持续养阴润造的食物 避免造热伤阴 以防备热泰果,饮善症要有云 秋季造,遗食蚂蚁风脐脏 净喊炎 历秋时节能起到滋阴润费作用的食物有山药 芝麻,金米,白木耳,去里等 制冬令时节也可以配合高方根据个人体质情况 进行综合调理 请锻炼历秋时节 也是强身健体,增强体质的绝佳时机 每个人根据年龄的不同 身体素质耐受的程度 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种养生功 六字诀 该功法最少由南北朝时期桃红景正式提出 其通过人在呼吸时发出的喝、吁、哭、启、吹、吹、吸 六个字的字音 再配合吸气 达到锻炼脏腑 调节气血 平和阴阳 养肺气 状以内 屈其拥了目的 除此之外 六字诀也是气功发音呼吸法中代表的功法 患者经过六字诀锻炼 掌握气功发音呼吸法 对于增加胃气防御功能 进而改善肺脏腻肌运动将大有异议 肺的健康需要主人的呵护 在今秋季节 我们要进行科学调养 防微肚腱 注重各方面的养生调护 预防各种呼吸的疾病的发生 从自身角度来说 强身健体 增强体质 减少自身患病的机会 得以减少慢性病的复发或加重 所谓正气存内 协不可干 从而达到异兽延年的目的 自由呼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